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红烧猪蹄的家常做法 买回来的猪蹄用火烧下猪蹄 把猪毛烧干净 猪蹄泡一下水用刀把猪蹄刮干净 清洗干净 把猪蹄斩块 我们煎的刀不好用 所以就卖猪肉的人把骨头砍断了 猪蹄冷水下锅 放入生姜、料酒,焯一下水 把浮沫捞出来,倒掉 放一点油,放入冰糖炒一点糖色 不喜欢吃那么甜,所以糖放一点就行了 炒好糖色后,放入焯好水的猪蹄 放入生姜、蒜米炒香 放入清水 放入八角、姜叶、桂皮 放入生抽 放入生姜、蒜米炒香 放入生姜、蒜米炒香 开大火把水烧开 盖上锅盖 蒜20分钟 中途要打开锅盖 翻炒一下 蒜米炒香 蒜汁 汤汁浓稠 开大火收汁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猪蹄酱做非常好吃 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